在2013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金骚戏画》 这个漂亮女人是佛 但是她却爱上了一位男子 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是一个讲述神和佛的爱情故事 而一切的起源还得从一个叫曾的少女开始讲起 她拥有着赤色眼瞳 没有人见过她的父母 也没有人知道她是人是妖 反正从小她都被道合带在身边当徒弟养着 曾的梦想就是有着一日能够找到妈妈 看一看她是否是个大美人 虽然道合知道曾的身世之谜 却从未投入过半分 一天正强心进入了名为静之都的世界里 这是一个妖怪人类混沌并存的世界 这里不会产生死亡 人和人在死后都会重生 即便物品损坏也会恢复原样 但因为没有死亡 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不会有人出生 整个世界都必为叫名会上人管辖 而正却因为拿着一把透明的大锤 在静之都里混得风生水起 每天都会因为各种事 被自身宅女巷子博士带手下追逐 而正在进入静之都后 便带着自己的两个世神阿和欧 一起住在了静之都房主 明慧上人的家里 其实现在的房主明慧上人 原名叫药师丸 他在很小的时候 被以为叫明慧上人的和尚收养 可有一天 这位和尚突然离家 让他继承明慧上人的这个名号 并请他留下看家 和尚承诺 总有一天会带着开始和结束回来 陪伴新的明慧上人 就只有二姐巴赖和大哥安玛 而巴赖也是一位资深宅女 但她并不是两额不闻窗外式的那种宅女 而是有着万贯家宅 每天用录影机观察人们的生活 不出门便可知天下事 巴赖在观察明慧 看着她一脸受伤的表情 便觉得不爽 她身边的安玛 讲了一个跟明慧类似的故事 故事说一只狗 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等着主人回来 但是主人早就死掉了 狗最后等到精疲力尽也死掉了 安玛边参测 也许等待并不是狗的真正目的 她想要的其实就是这个结局 明慧每天都会在火车站附近 等待自己的养父回来 而在一次等待中 明慧却等到强行闯入金之都的针 当初当针留下来 是觉得她神秘的 像是掌握了几百年的线索一样 在很久以前 养父上人是一位被村里人讨厌的存在 因为她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她画东西仿佛有生命一般 能够自由活动 后来不想跟人类扯上关系的上人 便独自安居在深山里 一天 她画里的一只小黑兔走出了画中 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女人古都 其实在她还是画中兔子的时候 她便对上人产生了感情 佛母怜悯她便将自己的躯体借给了古都 让她从画中世界走出来 完成自己的心愿 但真正的原因却是因为 佛母看到了上人内心的那份扭曲情感 她才算获取古都的出现 可以治愈上人 在古都和上人朝夕相处后 便度过了许多个村下秋冬 后来 他们收养了名慧 还多了次女巴赖和整来安玛 其实巴赖和安玛并不是人类 他们都只是上人画出来的佛陀和鬼怪 他们都称呼古都和上人为爸爸妈妈 每天快乐地生活着 而这一切以上人的离去画下句号 不久后 古都也离开了这个家 但真正的原因却是因为上人和古都的存在 被神社管理人发现了 为了不引起冲突 上人带着明慧等人前往了化妆世界 也就是静之都生活 但美好生活才没过多久 因为古都的违约 导致她最终还是离开了上人 佛母当初借家躯体 并不是让她跟上人似的手中生 而只是单纯地传递自己的情感 可在两年相爱许久后 古都却迟违不肯归还躯体 但最后还是无奈地离开了上人 而至此上人就离开了静之都 将权力都交给了三个孩子 这就是为什么要失丸 会得到养父明慧上人的传承 明慧并不是从小就被上人收养的 而是在她家遭遇灭门之后 明慧心动地看着一地的尸体 沉默地躺在熊熊大火之中 其中包括她的父母 明慧痛不欲绝 当其果断自尽 要随父母而去 这一幕被上人看见了 便将已经断气的她抱回家了 因为古都一直都很喜欢孩子 于是上人便宣布以后就把她当作孩子 她用自己的血在布上画下图案和明慧二字 布里长出了一颗像心脏一般的石榴 古都在为明慧吃下后 她便重生痊愈了 然而醒来的明慧并不敢按上人的救命之恩 反而很是抓狂 她跑去厨房拿起菜刀就自尽 但伤口却理马愈合 明慧死不掉了 慢慢的明慧融入了上人和古都二人的世界 虽然巴拉和安玛都是从上人的话题诞生 但巴拉每天都在想念自己的妈妈古都 而安玛的梦想是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最后经过大家的猜测 征必是古都的孩子 因为她和上人一样拥有着红色的眼眸 而且她的身上有一面古都的镜子 而道合就是她的爸爸 也就是那位离家出走的明慧商人 其实关于这件事 征自己也有预感 他早在现实中看到自己家里 一直挂着一张红色眼眸的兔子照片 他总有预感这就是自己的妈妈 也早有猜测过道合就是自己的父亲 他清楚道合在进士都有一个家 所以征来到进士都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想要找到妈妈古都 而戴国想念妈妈的巴拉也决定用征引出妈妈 巴拉和安玛将征带到了他们的世界 放出超大机器人和征战斗 平常明慧总是在抱怨征很烦人 但是到了这种危机关头 他却奋不顾身地想要阻止巴拉 可却被打倒 征被机器人吞了 他怀里的镜子飞了出来 和他的大锤融合后 一闪门便出现了古都现身了 大家都很开心 差不多有300年没见到妈妈了 毕竟当初古都生活的时候都还是在拥有灯 可是现在都已经有了电灯泡这个网络词了 当初还是连幼的长男安玛 如今却都已经长出了皱纹 但几个孩子还在带着古都 观光了一下这些年仅是多的变化 然而欢声笑语结束后 古都却宣布要回去了 因为他和商人约定过要一起回来 他不想违反约定 真舍不得妈妈 却没办法挽留他 他难过了去明慧房间里哭鼻子 然而这一夜 省人却回来了 一回来就把为整个世界提供科技支持的设备给破坏了 可谓是最大的破坏大王 建造商人的真 开心坏了 向他炫耀找到了妈妈 然后金之都正在崩坏 不断有东西 包括人和神社都在原地消失 变成黑洞 而造成这一切的都不是真 因为进入金之都都是强行闯入 从而导致了金之都的损坏 真很是懊悔 对不起大家 因为世界的崩坏 巴拉已经失去了对大家的记忆 商人一点都不担心世界的崩坏 反而十分自豪 自己的女儿童带来这样震撼的影响 真很乐观又担当 听了一篇歌后 便重新振作起来 决定要拯救世界 可这时 金之都的天空打开了一扇门 来了两位神社的人 神社是一个维护世界的安定与调和的统合机构 这里是本不可能被神社发现的地方 现在却因为当初 正强制进入这个世界 而使世界出现裂缝 被发现了 正被告知它是最特殊的存在 诞生于神和佛之间 拥有非常厉害的神佛庇佑 神社的公司宣布 这个世界即将被毁灭 因为这里并不是画中的世界 而是上人用自己的力量 偷偷造出来的第43个平行世界 因为正使这个世界出现了裂缝 其他正同合法的12个平行世界 也连带着受到伤害 出现了裂缝 听到这 正才知道自己犯下的恶果有多大 金之都里的都是上人爱的人 所以他决定放弃自己的神职 与神社为敌 古都为了保护上人 手当机中被打翻了 他所有力量都在上帧的时候 被帧给吸收了 所以现在他成为了只能在金之都狗活的无人之能 听到这的正瞬间被指责禁没 世界毁灭也好 母亲的力量也罢 种种不好的事情都是由于自己而弃 就在正显现黑话暴躁 明慧就在座外唤醒了他 一句 请问你父母都在你眼前 而他的父母早已死了几辈子 正被明慧给彻底答信 然后正从事信心后 却对公司发出挑战 如果对方不能帮助上男长去金之都 那么他并要把所有的平行世界都给毁掉 正认为神社并不认可 这是原本就不该存在的世界 不应该因为这个理由就毁灭这里 上男此时为自己的女儿感到自豪 这只是他激动地说出自己和公司 都是神的真相 世界最初 是造物组造出的他们兄弟恶人 上男本来觉得生孩子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 但现在 看到自己有一个如此聪明能干的女儿 内心震撼的上男决定 让争取做他做不到的事情 为他指明方向 说完上男便一键刺中了争 随后又刺向了古都和公司 三内陷入了沉睡 明慧不理解上男的所作所为 问他为什么总是带来终结 以前也好 现在也是 最后上男大喊他就 由你来创造奇事吧 而正醒来时就只会迷茫状态 他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 那其他最不断毁灭着禁度 而明慧也变得一直消沉起来 他没有在意上男最后的那句话 反而不断怀念过去和家人的时光 而对现在和未来充满失望 可是阿玛却告诉他 对未来的期望 并不会成为对过去的背叛 精致多的王一直以来 都应该是明慧才对 他们都只是创造出来辅佐明慧的 可是明慧却从此之中不断逃避 全能释怀倒是一流 但对自己的内心却始终感到迷茫 父母的死一直都是他心中的痛 商人和古都离去也是他无法理解的 想到阿玛说的话和最后商人的一句 创造奇事吧 原来他错了 所谓的寻找开始和终结 不一定要局限于寻找 也可以去创造 明慧重新振作 在寻找争的时候 他还看到了恢复记忆的巴赖 这个任性妄为的打魔头姐姐 却也在这个时候吐槽他这个弟弟终于长大了 最后明慧继续奔跑着找到了珍 他唤醒了哭泣的珍告诉他 爸爸也就是上人 当初给了他难以想象的力量 他们可以携手重修世界 珍和明慧携手的那一刻 进度和其他十二平行世界都被修复了 商人想破坏的扭曲世界 其实就是他自己 所以他将自己的心交给了珍 也就是那个大锤 这样可以把黑暗变为光明的佛珠交给了明慧 这人就是他全部的希望 商人想国度保证 不管怎样世界都不会消失 最多不过他会消失而已 国度和孩子们的存在 让他拥有了自己的世界 所以他心满意足了 听到这个国度哭了 这时珍拿着大锤冲上人杀了过来 因为上人的爸爸也就是造物组出现 他告诉珍说上人想要自己消失 然后将他的职责交给珍和明慧 珍最爱爸爸了 不愿意他消失 便打了他一顿在撒娇请求他不要消失 造物组告诉上人 只要他想留下来 那么就有存在的理由 所以说上人最后也没有消失 看到半天 原来这不过就是神明家里 闹了一点小矛盾 故事结束 其实不管是在神佛之间的情感表达 还是关于明慧和珍的成长描述 这部动画都可以是用优秀来评价 身为神却渴望人类的情感 但其实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身为神的上人 早已跟人类一样都会充满迷茫 造物组赋予上人造物的能力 却不告诉他要做什么 所以上人便开始迷茫了 其实来自于他 他又要做什么呢 所以他选择用终结 来让明慧给他答案 而明慧起初也不理解为何上人只会总结 只会破坏 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他的用意 他虽然讨厌上人赋予他不死之身 却也感谢上人这些年对他的陪伴 或许 如果不死之身能够解除 他也早已不想再去死了 他喜欢上人 这是父子之间的爱 而关于珍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这也是亲人 他在找到父母后 也更加确认了自己活着的意义 从头到尾 不过就是爱与再生的表达 这戏谑又深情的剧情 摄定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 爱的是古度与上人真挚的感情 爱的是上人那一家在身后的未来 恨的确实 妈妈是佛奥 爸爸是神 受养的孩子还是个活死人 唯独正常一点的争取得到了神力 奇怪的一家真的是让人羡慕死了 而动画的画风也真的是特别幽媚 我强烈推荐大伙 一定一定要去观看原片 最后可能有一些人会有点分不清两个明慧的区别 所以仔细看的人应该能够发现 要试完继承明慧后 我在解读的时候就用明慧的名字 而原本的明慧我就用上人称呼 所以还有不同的可以重新快速再绿一遍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又可爱的九情年的男孩 如果喜欢的解说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个拜托